我们在对比之前之后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呢 刚刚呢三星发布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全新的App 就叫这个Galaxy Hands X 这个呢是可以通过一些AI的手段 然后把手机的一些照片做一些优化 全自动的 然后呢其实它对比三星自带的这个相册里面的编辑器呢 可以说功能变得更加的强大 然后呢做了一个整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有什么能耐 首先呢这个目前只支持S22系列的手机 那相信在后面的话呢三星会把这部分的功能做一个下放 那你可以在应用商店呢去搜索这个Galaxy 就可以跳出这个Galaxy Enhanced AI这个App了 那么直接来试一下吧 那这个App呢其实非常简单 在这里呢只有一个按键叫选择照片 那么点击选择照片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张照片 那打开张照片之后呢 在这下面有非常多的选项 这里有一个HDR 明亮 修复模糊 锐化 还有更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HDR 再点击HDR的话呢 这里的AI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可以看到这里的HDR使用了之后呢 整个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亮丽 然后在这下面是可以选择HDR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强度 可以看到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还可以在下面调整一些亮度 在这里的话呢还可以做一些模糊的修复 这个模糊修复呢 主要是一些照片 当你拍的不是特别清晰的时候呢 它可以主体做一些修复 还有这里有一个锐化 那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想干的话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的一个魔术 它就会去通过AI的方式去查找这张照片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自动的去调整为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它这里所给到我的感觉是有一定的修复的 比如说在脸部的一些瑕疵 还有包括说一些噪点 整个的脸部的一个颜色 都是做了一定的调整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能可以再进入细节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呢 是有一个脸部 那我们点击脸部这里呢 是可以选择做一个瘦脸功能的 当然啊 这个并不像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的APP 会做的非常的夸张 这个还是以保证照片 是以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情况下面做的 然后还可以调整大眼睛 它的幅度并不会那么夸张 在这里的话呢 还可以点击人像的话呢 它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人像从背景做个玻璃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背景 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这个人像呢 已经从背景里面很好的做了一个玻璃出来 整体的效果呢 是非常的明显的 而且它这里的对于发丝的处理 也是做的非常的厉害啊 包括这里的发丝的细节 几乎是看不出是一张P出来的照片 整体的这个效果是能够很好地 把人从背景里面剥离出来的 然后呢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可以去应用的一些背景的方式 比如说突出主体的这个灰色 但整体来说 这张照片就现在变得非常的漂亮了 那我们最后只要点击一下这里的保存 你可以以两倍的尺寸来保存 也就是说把这张照片做一个两倍的放大 可以以更高的一个像素 去把它做一个保存了 我们在对比之前之后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呢 我们再点击这里的话呢 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呢是拍摄了一张照电脑上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里的摩尔文是非常的明显的 导致我整个照片的观感是非常差的 那我们现在呢再点击更多 当它检测到摩尔文的时候呢 这里的修复摩尔文这个按键就可以开启了 我们点击一下修复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前后 可以看到现在的摩尔文是可以说完全的消失了 但是呢我的画面的锐度呢是有一定的削减的 好那我们点击完这个之后呢 还可以再做一些锐化等等的这里的处理 那这张照片呢又可以回复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 除此之外呢 它还能去修复一些比如说是一些镜面 当然了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相册里面是有的 那现在呢有一张这样子一个橱窗里的照片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这个橱窗里的照片呢 这里又是比较明显的反射 那可以看到通过这个修复之后呢 我的橱窗里面的这个光线的反射 其实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修复 但实际上整张照片的透度是要感觉好不少的 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APP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现在在这个三星应用商店里面是可以免费去下载的 好吧 这句话关注亮哥 带你每次来点新的三星手机使用小技巧 好 好